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發表出差津貼報告 指香港出差的平均支出為每日520美元 按年輕微下跌4美元 再次成為亞洲排名首位及全球排名第16位公幹費用最昂貴的城市 新加坡的排名上升成為亞洲公幹費用排名第二昂貴的地區 全球排名則是第19位 每日平均公幹支出為515美元 東京的排名下降一位 成為亞洲公幹費用最昂貴城市中的第三位 以當地貨幣計算 東京商務旅客的公幹成本去年上升超過5% 但由於日元表現疲弱 經換算當地每日平均支出為424美元 比香港低近20% 東京現時排名跌出全球公幹費用最昂貴城市的前30位 而紐約則再次成為全球公幹費用最高的城市 平均每日開支高達796美元 ECA International亞太區域總監官李廉表示 香港一直是亞洲公幹費用最昂貴的城市之一 而本年度也不例外 對於疫情及經濟表現不景氣 導致前往香港公幹的需求下跌 因此香港去年的公幹成本輕微下降 ECA每年發表的出差津貼報告 提供有關海外公幹平均成本的資料 包括在日常津貼成本中佔最高比重的酒店住宿支出 還有善食、飲品、洗衣及的士費用 以及日常必需品開支 不同企業將利用這些資訊 去決定員工海外公幹事的日常開支津貼